为什么一刷到有猴子出镜的视频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峨眉山的破猴 为什么视频里的猴子一旦亲人怪强 那峨眉山的猴子就一定会被网爆 其实去过峨眉山的游客都知道 峨眉破猴的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 这里的猴子把亲近人类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抢夺食物 扯下包包 小手还往口袋套 特别喜欢欺负女游客 不仅节彩还节色 而这时的我相信 屏幕前的男网友就会隔着屏幕喊 放开那女孩 有事冲我来 他们打砸抢掠样样惊动 唯独礼貌一窍不动 仗着自己是国家二级保护废物 公然在地盘上收取保护废 不管你是提着包还是拎着袋 不给东西不罢休 简直就是披着猴皮的土匪 如果熏悟空是那峨眉破猴所叛 那估计如来佛祖都难以降服 峨眉山的猴子主要是藏球猴 是泥猴鼠中体型最大的猴子 所以游客也不会对他们懂真格 因为一只破猴你勉强干得过 一群恶霸你裤衩都不剩 打输了你进医院 打赢了你进橘子 所以这些可爱的小婆侯 你敢去会会吗